在座會開車的朋友請舉個手讓我看一下 謝謝在座還不會開車的朋友請舉個手讓我看一下 謝謝請跟左右的夥伴擊掌說能移動真好 除了移動我們還要會瞬間移動 法拉利是所有跑車迷心中的夢想之車 從小我就認為我長大會開法拉利 因此在我18歲學開車那一年 我特別指定我要學的就是手排車 目的就是為了能夠操縱速度 在我大學畢業以後好不容易 因為工作的需要我可以目射人生當中的秘密開車 這個時候當然要以我心目中的法拉利為元氣來挑戰 我心目中的法拉利要有亮紅色的外面 流線造型 從0 加速到100 只需要短短的3秒鐘時間 在我7號萬選之下 終於找到了一樣 紅色的外表 流線的造型 從0 怎麼加速都加速不到100 的6手車 開走這輛車輸入 相當的拉門 因為它除了喇叭和音響沒聲音之外 其他地方都會響 偶爾他還可以製造出國外婚禮一般細情的感覺 因為他的排氣管有時候會掉下來 脫皮包子 屁股屁股的事 我這台車跟法拉利有一點點小小的不同 那是因為他的排氣量只有九百九十三cc 我常常害著他上升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他製造出來那種雲目繞繞的感覺 就只有大甲媽祖繞進的時候可以 也因為這麼的拉風所以常常引來非常多的粉絲幫他拍照 讓我知道有一種罰款叫做通物廢物 民國七十八年出場的小車擁有電動桶是非常高級的配備 但是他的電動桶齒輪常常卡住 平常的時候還非常的愜意 微風徐徐徐的吹來有一種開場紅色的外景 相當舒適 比較麻煩的是 下雨天的時候 我等一下先穿上雨衣 才可以再繼續開場 這還不是最忙的時候喔 最忙的時候是 那下雨天 電動桶卡住了 一雙馬達同時不大 這時候我就只要優雅的把草伸出那蠟燙起來的窗外 快速的把雨剝掉 然後我再等待繼續開場 我的家人朋友來自於親戚 都希望我趕快把他換掉 因為他們說你的車簡直就是一堂災難 英國的諺語告訴我 樂觀的人在災難之中看見的是希望 而悲觀的人會在希望之中看見災難 我這輛車至少可以讓我學習到非常多的 起車維修相關知識喔 就像所有開車族朋友一樣 我經歷過許多大大草草的問題 而這些起車上班的問題 也講成了我開車處變不經 臨危不亂的個性 比如說當黑車開到一半 突然發現引擎在冒白 那只是水箱破掉而已 又落著當白車開到一半 忽然發現方向還劇烈的震動 這時候不要緊張 那只是爆開而已 照悠悠這輛車三天之內 我從來沒有想要跟他說再見 直到有一天 當我開著車在公路上 突然這個時候我發現 方向還劇烈的震動 我心想太簡單 那只是快要爆開而已 於是迅速的反車 我靠在這邊拉起了手上的車 此時我的車身完全停止 那時我發現我的輪胎還在繼續往前 這時候我知道跟他說再見的時候 因為沒有路子的車是要怎麼跑呢 我的家人因為這些事情 所以他幫我擅自決定了一台車 這台車跟我心目中的法拉利相距甚遠 因為那是一台直排車 更令我稍息的他竟然是綠色的 為了發揮樂觀者的精神 所以我依然把這台車命名為法拉利 並且在它福特的標誌上面 貼上了很塊法拉利的藥碼牌 以後大家在路上看到我的車 請不要嫌我開得太慢 盡量的從我旁邊超車過去 然後大家回家以後 就可以跟家人朋友炫耀說 我今天超越了一台法拉利 謝謝各位